好 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PSI 空氣污染指標 這個當初是學美國的 後來在美國已經不叫PSI了 我們還是繼續叫PSI 空氣污染指標 來代表我們空氣污染的程度 它監測五個東西的濃度 或者是大小的 懸浮微粒 二氧化粒 二氧化粒 一氧化粒 跟臭氧的濃度 懸浮微粒呢 你如果最近有出一段新聞啊 他那個窮嶺之下啊 就講的是細懸浮微粒 我們國中生的程度 就把它當做要灰塵就好了 要灰塵就好了 懸浮微粒 然後監測五個東西的濃度 一種濃度有個數字 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邊最大的就叫做我的PSI 比如說懸浮微粒 100 二氧化粒 50 二氧化粒 100 二氧化粒 100 臭氧 200 PSI就多少 就200 就200 就是最大的那個 好 那這個你已經知道就好了 原則上課本沒有交代 考師如果未考 他會告訴你怎麼回事 你看他怎麼寫 你就怎麼做就可以了 然後監測五個東西的濃度 有一個數字 最大的就是叫做我的PSI 台灣的主要空氣污染物全不為例跟錯氧 全不為例跟錯氧 是我們台灣的主要的空氣污染物 好 PSI 天天在五個東西 然後就有個數字 然後就看表就知道了 上面寫多少以上叫不良 100 100 多少 以上多少這樣不良 然後主要良好 所以呢 50以下叫做良好 100以上叫做不良 大家不知道 OK PSI 好 空氣污染指標 空氣污染指標 好 那麼 如果是100以下 就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還可以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危害 如果100以上就可能有傷害 你體質比較敏感的 但傷害就比較大 身體白癡就不好的 傷害就比較大 你如果最近有注意那個新聞 他講那個窮頂之下 偏2.5的 2.5的那個細血不為例 他告訴你說 會對你傷害到你的心臟啊 你的肺臟啊 上下這個影片就知道 如果你最近有注意新聞就看到 他對身體會有很多的傷害 很多的傷害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不過呢 目前為止這個沒什麼用處 就告訴你明天空氣品質不良 你還是要去上班 傳說教育部訂了一個空污價 就是如果太大我們可以放假 不過這件事到目前為止說說而已 沒有真的放過 沒有真的放過 OK PSI 然後台灣有一些空氣的監測站 然後來幫我們收集資料 來協助我們了解環境 然後做預報…之類的東西 要一個表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呢 紫色的都很高 紫色都很高 表示空氣品質經常不好 哪裡? 高坪地區 原因一 氣機車 機車就是機車 很多機車 台灣的主要空氣品質 就是氣機車 第二個它有石化業 石化工業 高雄的石化業 然後呢 你還看到一個紅色的 幾乎是平的 幾乎是平的 表示空氣品質幾乎都非常的好 哪裡? 花東 好山好寫那個地方 好 空氣 然後我們那個北部 就差不多差不多金色了 高到地上的狀況 所以高坪地區 空氣品質很差 石化業 機車 機車 那是要寫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有個空氣污染防治法 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管制工廠不可以隨便放牌 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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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OK 然後呢 我們希望你們呢 大家也都注意 有一些有所謂的環保標章 請使用歡迎愛用 有環保標章的東西 然後呢 一定要多注意 盡量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減少你會個人所排放出來的污染量 還有那個檢舉不當排放廢棄的 都措施整看一看 然後你瞭解一下 重要事要做 我們台灣有一些很有趣的人 會做那個檢舉達人 因為檢舉是有獎金的 他就去看他插開一張 然後去檢舉 然後就藉此可以 有人還賺到不少錢 有人賺到不少錢 就是專門負責去 專門到處去看著看他拍拍拍 他就說這個人排放廢棄啊 你當成誰車啊什麼之類的 OK 好啦 這樣也沒關係 我們就說他是為公民盡一份責任 OK 就是諸如此類的 看一下 那基本上如何控制後續污染 第一個 要替代找污染性少的 我們有推展所謂的瓦斯工車 瓦斯計程車為什麼 因為瓦斯燒完就是二氧化氧跟水 你基本上沒有別的雜質 這要不要比較乾淨 減量少用一點 盡量少用 他講過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減少個人所被排放出來的 髒東西背棄減量 再來就是把一些東西去掉 比如說煤精多流 這樣燒完就不會有流化物 然後汽油裡面呢 就讓鉛能夠減少 無鮮汽油就減少它的污染 然後不要讓髒東西進到裡面 比如說煙囪裡面有個靜電集成器 就要把那些渣渣 沒有受傷性的那個渣渣把它吸掉 就不要排到那個空氣去 減少那個懸浮微粒 好 比如說我們汽車有裝觸媒轉換器 它可以善於吸收氣體再發生反應時 出去的東西變得比較乾淨 這也是現在台灣的汽車的環保標準 算 世界上算是高的 因為我們的髒空氣實在是太髒了 好 機車是我們主要的污油會來源 所以現在汽車應該都有觸媒轉換器 也因此就要採用無鮮汽油 因為觸媒轉換器那個白晶 那個白晶就是善於吸收氣體 可是它怕鉛 因為鉛會把它蓋住 塞住它 它就不能夠吸收 叫中毒 所以呢 為了使空氣乾淨 請使用觸媒轉換器 為了要能夠使用觸媒轉換器 請使用無鮮汽油 請使用無鮮汽油 這樣的過程 就是告訴你說 空氣汽油的防治策略 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空氣污染的部分 OK